格迷你战队吵架升级 无念喷刺痛泰菜 至于虎妞不会玩游戏 早起怒队 我有点顶不住了 其实我也在怀疑你教练 你会不会玩游戏 真的 我不会 我只会带队 但是我不会带你 我现在要行使我作为教练的权利 你也可以选择弃权 你也可以选择退出 你也可以选择举报 这把守线员的原因 就是射手泰菜了 我直接明说 就在格迷你正带着孟之队 征战沙特比赛时 自己的OVO战队中午训练赛复盘 因无念不会功本与刺痛起争执后 憋着一股气的 无念下午终于爆发 因虎妞复盘时 对方进来 无念陪请虎 该如何做决策 开启辩论 当着直播间面 让无念脸上有些挂不住 无念忍无可忍 竟质疑虎妞会不会玩游戏 一句话惹怒虎妞 瞬间红温 破防要行使教练权力 这回是真怒吗 我对于你打野的这件事情 我现在已经 就是对我自己产生了质疑 首先 你为什么不敢上去 是因为你不知道 夏沃顿的强度 你怕死 你怕掉状态 这个你打野和 我能理解 但是问题是 你连最基本的舍得都做不了 你中路没限权 人家要你一个篮 你凭什么不给 那我就想知道 现在的这种情况 我就特别特别想知道 这对面的这几个人 已经在这里了 这里帮你卡好了 公孙黎进来了 你进来反这个篮 一个长额 站在这 一个流 都站在这 为什么这个活物 能卡住你们四个人 我真的不理解 反不了 因为如果我去对面篮 对面辅助就不会过来 对面辅助不会过来 对面亚联就会过来 对面亚联过来的情况下 对面阿里也会过来 就留下了夏沃顿一个人反篮 如果我还想去反对面篮 好 这时候对面包过来 我们一样实战 很简单 夏沃顿一个人打篮的速率跟你 所以我刚才问你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打野的速率 你们家就你一个人在打游戏 是不是 我就问你是还是不是 因为对面有线权 我们现在强度没对面高 那对面现在在上半途 他怎么去下半途 他为什么 他对面就一个夏沃顿在蓝区 我说现在 我说现在你看这张图 我有点 我有点顶不住了 其实我也在怀疑你教练 你会不会有行政啊 我不会 我只会带队 但是我不会带你 因为我带你有问题 那你这把关键 关键点 关键点 你知道这把书在哪吗 我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不想听你那些废话 我说 我说 我说实话就是废话 你说的话就是 让我无话可说 让我 是的 是的 我现在要行使我作为教练的权力 你可以选择不打 你也可以选择弃权 你也可以选择退出 但是我只要是你一天的教练 你也可以选择投诉 你也可以选择举报 只有我还是你一天教练 我就有这个能力 我现在就是要行使我作为教练的能力 我不会向任何人投诉 我也不会 因为的话我弃杀了 那是对我的队友不尊重 如果队友不需要 或者教练不需要 我可以退出 如果我弃杀了 那是对我的队友不尊重 而后吴念又因刺痛阿力对线 被单杀压制 虎妞却不做过多复盘 让吴念脑子一热开团刺痛 射手线上被压制单杀就是太惨 都是关系户一顿输出后便离开了 这又杀了 又被压制了阿 吴念脱 射手有限权 射手有限权还被单杀 而且一直被压制 怎么玩阿我们是这种 怎么打 一直被压制 教练我还最搞笑的 射手被单杀 最搞笑的是什么 你来了一句 为什么能让攻击你那么舒服 为什么能让攻击你 好OK 我只说完了我的 你们继续负 好吧 我走了 我不需要多说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大意义啊 你们关系跟我打啥 打个毛啊 走了 你说完就跑了 我本来还想给他 负一下夏欧敦那把 夏欧敦那把打成那样 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全是你们正面四个人在打的 虽然吴念打野英雄池不是很深 但老将刺痛和伪装的操作 也已不再巅峰 操作有瑕疵也属正常 可虎妞总对吴念深刻复盘 难免让面对自家粉丝的 主播吴念脸面挂不住 不过最后 吴念还是主动来给虎妞道歉 虎妞的格局也放开了 复盘我们都说了大局面吗 我觉得说他有点说太多了 可能有点抽抽不了 很正常的 我知道所以我说了 我不是对他没有包容 但是其实也就是因为 他那个位置太重要了 虎妞来了 吴念你说说呗 你觉得你想怎么打 教练刚才可能是我情绪有点 没有我也很和温 很正常 这个如果没有点 自我的认知和激情的话 也没办法继续 对吧 你说说吧 你说你想怎么打 没有 就刚才可能情绪有点 很不好 教练 我们都一群老灯了 什么样的选手没见过 我还好 我就是当时看的时候 我只会对你游戏类的东西生气 我不会对你的情绪 和你的状态生任何的气 那我跟哥恩道歉吧 不好意思教练 对不起 你不用没事的 最后想了解更多老王碑去世 可以到某牙全程观看训练赛 对此 大家觉得谁对谁更有道理呢